比如说在江泽省的 肃谦市肃郁分局 有个人叫做范霄 那天呢 他是休假了正逛街呢 突然来了一个特殊指令 说啊 在商场里面 有一个犯罪嫌疑人 是警方找寻已久的 今天他终于出现了 可是商场很大 人也特别多 范霄没带任何抓捕工具 您说我们范警官 该怎么办呢 快点 快点 下去了 下去了 快点 管着 管着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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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中大喊 把手机抢过来快走的人 就是江苏省肃谦市公安局 肃郁分局民警范霄 一旁负责抢手机的女士 是他的妻子李倩 而目睹整个事件发生的群众 都在纳闷 这一男一女在商场里 徒手牵制着一位男士 还顺势抢走了这位男士的手机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 当天是10月8号 国境长假的最后一天 范霄之前一连几天都在加班处理案件 难得休息一天 打算好好陪陪妻子和孩子 三年多中 孩子呢 有一个培训班 把孩子送过以后 趁着个假期的最后一点时间 陪老婆呢 在那个商场逛一逛 范霄的妻子李倩是一名工程师 平时工作也很忙 夫妻俩难得聚在一起 把孩子送到培训班后 决定到附近的中央商场逛一逛 俩人正说说笑笑往商场里走的时候 范霄的手机来了一条短信 看到内容后 他立刻停下了脚步 完了完了 又怎么的 现在有任务 有个嫌疑人出现在装商场里面 范霄一脸凝重 这个嫌疑人不就是自己寻找了 一个多月都没找到的人吗 他立刻联系的当地派出所调配警力 然后抱歉地看了妻子一眼 就跑进了商场里 打算先寻找到嫌疑人的具体位置 为了防止那个嫌疑人逃脱呢 我就把这个嫌疑人的照片呢 就是发给我家属的手机上面 我让他这个帮助我 到装商场里面进行插照 商场整整六层 逛街的人也很多 寻找起来十分困难 范霄想到 单纯靠自己一个人 恐怕还没能找到 嫌疑人就已经离开这里了 此时调配的警力还在路上 尽管范霄内心十分挣扎 可事发紧急 眼下也只有妻子能帮助自己 增援的力量还没有赶到 担心肯定是有的 我现在几楼找 你到二楼就帮我去找 但是我这不是脸啊 我能行吗 虽然嫁给范霄 作为一名警嫂 已经八年多的时间 但帮忙寻找嫌疑人 可是头一遭 李倩内心十分忐忑 嫌疑人得多可怕呀 这可是丈夫的工作任务 自己就是再害怕 也得帮啊 他就是给我看了那个照片 说这个人长这个样子 说你在会看到的时候 一定要及时通知我 夫妻俩互相叮嘱了几句 就立刻分头行动 在各自负责的楼层进行寻找 倒了二层之后 李倩一边看着手机上嫌疑人的照片 一边观察着身边路过的每一个人 从那个商场每个家店铺的时候 过去的时候 我就往里面看一眼 真的是没抱希望 李倩很快就把商场二楼转完了 没有发现目标 就在他准备往三楼去的时候 一转弯在楼道尽头看到了疑似嫌疑人的人 因为离得很远 我也看不清楚到底是不是的时候 当时就看到衣服 真的衣服是很像 一行好几个人 可能是身边是朋友吧 李倩原本平静的心情 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 他赶紧退回来 拿起手机查看嫌疑人的照片 又悄悄在墙边探猪头 再次仔细辨认嫌疑人的脸 好像就是这个人 李倩不断平复自己的内心 给自己加油打气 打算当做路人 在与嫌疑人会面时 悄悄拍下这人的视频 发给范霄确认 看来这人有可能就是嫌疑人 没想到自己真的能碰到 李倩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来了 为了不打草惊蛇 李倩一边在后面悄悄跟着 一边打电话催促犯销 抓紧时间与她会合 虽然我嘱咐过她 发现以后 她悄悄地跟在后面 第一时间控制我 但心中呢 她就担心这个嫌疑人会发现 此时还在商场一楼的犯销 担心嫌疑人会逃跑 更担心妻子的安全 黄奔着想要找到妻子的位置 可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 到底在哪儿了 我转了好几圈 到底什么地方了 或者转几圈啊 她一到商场里面 她就转向呀 因为她平时逛商场太少了 她到每一个商场里面 她都转向 得 这是迷路了 真是越着急越找不到 范销平时工作很忙 几乎没怎么陪妻子逛过街 自己更是很少来商场 对商场里的路线 完全不熟悉 李倩这边看到 一次嫌疑人要坐电梯下楼 赶紧又给范销打电话 我说你到中间扶手电梯上来 我说她马上要坐电梯 要下去了 走到扶手电梯的时候 她问我 你人呢 人跟丢了是不是 快点 快点 下去了 下去了 快点 夫妻俩总算是碰了面 眼看一次嫌疑人 已经下电梯到了一楼 俩人赶紧追了上去 范销打算靠近那个人 近距离查看 最终确认 他是否是嫌疑人 我仔细地辨认了一下 确认此人就是范的嫌疑人 原来这人就是要找的嫌疑人 范销很激动 妻子可是帮了自己一个大忙呀 可还没来得及高兴一会儿 他发现嫌疑人 已经往商场门口方向走去 糟糕 这要是出去了 就难抓到了 商场外面 质量比较大 如果在商场外面 是抓捕的话 风场还是比较高的 此时其他警力还没有赶到 嫌疑人又要走出商场 范销毫不犹豫地冲向了嫌疑人 我立刻走上前去 抓住了范销仙人的手臂 亮明身份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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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吧 他当时有一部手机 他身边有两个人 他把手机扔出来了 我老公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说 把他手机抓你拿回来 李倩听见范销的话 一把抢过手机 又担心丈夫一个人 控制不住想要挣脱的嫌疑人 就顺势抓了他的另一只手臂 俩人合力把人迅速带出了商场 出门后其他警力也已经赶到 顺利将嫌疑人带走 俩人还和嫌疑人 一起留下了一张特殊的合影 我当时没来得及多想 但是我老公跟我把他控制住的时候 其实我手机是冒汗了 嫌疑人被带走后 李倩十分后怕 他也才知道 这个嫌疑人先后在徐州宿前等地 盗窃电动车十余辆 涉案价值近三万元 已经潜逃一个多月 看来自己真的是帮了丈夫一个大忙呀 我工作上面帮助不了他什么 我只是在不给他拖后腿 家庭上面不让他分心 我就是支持他 我已经很努力地在支持他工作 没想到这一次 我居然能用行动来支持他工作 经过这件事后 李倩被当地多次表彰为 建议勇为先进个人 她也更加懂得 丈夫饭销工作的不容易 这个小小的案件 在我看来风险都那么高 何况是那些大案 要案 命案 所以说他的工作风险性真的很高 警察没有我们看到那么光鲜 他们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比较辛苦的 有网友事后评价 说这叫夫畅夫随 天下无贼 您看当一个好警嫂多不容易 不光得做好后盾 还能够冲锋在前 虽说这一次休假是泡汤了 但是通过这个事 夫妇的感情更深了 毕竟再也找不出 配合这么默契的黄金搭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